大家好 我是廖老大 4月15號 這是我們跟菅尼龜論述影的最後一天的日子 我在這裡宣布 我們台灣有快車 我們贏了 如果沒有你們 我也沒辦法支持到這一刻 我直播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我是為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 然後我想要這邊跟你們說 只要所有慈善的公益的團體 想找廖老大代言的或發聲的 你們都可以隨時跟我的助理聯絡喔 然後我可以完全無償的免費的幫你們 大家好 我是廖老大 4月15號 這是我們跟菅尼龜論述影的最後一天的日子 我在這裡宣布 我們台灣有快車 我們贏了 我必須把這些喜悅分享給所有支持我的每一個人 及每一個粉絲 謝謝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 我也沒辦法支持到這一刻 最近有人在問我 廖老大是不是準備更換直播平台 我在這裡跟大家做個說明 沒有錯 是有一個直播平台擁有刷禮物的功能 邀約我廖老大過去那邊直播 給了我五百萬元的台幣 簽約一年 我在這裡做一個正確的說明 我不會更換平台直播 我直播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我是為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 我想在這裡告訴大家 只要你們願意繼續支持我的愛心意脈 我就會為大家繼續直播下去 在這裡還是感謝每一個支持過我的朋友 我們將會在4月25號 把許願長的所有意脈 募款所得 我會親自直播收下去給他 我也為這些弱勢的孩子們 為大家說聲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喔對了 我最近有幫相關的警察部門做交通宣導喔 然後我想要這邊跟你們說 只要所有慈善的公益的團體 小招 廖老大代言的或發聲的 你們都可以隨時跟我的助理聯絡喔 然後我可以完全無償的免費的幫你們 去做所有的代言跟發言喔 好 謝謝大家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海美四四大選 蟬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即時新聞不露接 國內大小事 裏月 封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